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立委这官员真的熟悉对南部这边不像民进党的立委向亲切 你看我感觉我走到很多人正在说这个立委中选就没看人了 人对方立委中选了一个三个就关心不够 这是国民党在这南部这比较缺失 比较无聊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来利用这个机会 要向我们中央做一个建议 中央这么说我们这个沉箱距离 人家说沉箱都市化 都市超级化 人家这么说 这屏幕的距离拉近了 但是我们要想 我们榜了呢 在两天 两千空四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油厅买头 到现在 没想没想 我记得丹水斌 丹青总统呢 唱一条 快乐又出帮 什么蓝色公路过都没了 但是那时候在我们榜了家里 买做的这个买头 最重要的 可以带动 我们这些虚型 观光行为 也可以带动 以后 如果说沉箱化 我们沉箱化这些虚子 这些虚子 可以直接来对方 可以均衡 所以 我希望政府这边 对我们 南部 会增加的地方 这个 留着照过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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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这点 谢谢 再第三点 再第三点 慢慢再来 还有很多人 要说的 还有旁边还有 哪几位有话要说的 请说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的乡亲 这样说 我有一个感受 我感受就是说 我们冰冬 为市民 这边的投票 这种的成果 就是我们的中央 对我们冰冬 的时候 没有重视 尤其是 最严重的就是说 快速道路 都没有进行 有价位没有进行 所以 应用就这样 虽然 我们的冰山片 跟在 这个时候 过去 以前在这边论中 的时候 慢慢都有在政府的照顾 我感谢 我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的贴政 但是 为了这个 交通的问题 像这个 高速道路 和快速道路 当时 要延伸到这个 风港 行传这方面 你看 每个年 过多 下午 每逢假日 时 交通流量 真的有够多 常常搭车 计算很不方便 所以 这样的时候 是这个 没有很明显 遇到我们屏東的佣金 感觉 跟我们的政府 没有做到手 还是有做到手 无感就对了 所以 我一个经验 是说 这次的机会 我们的马总统 要严重 希望 把这个工作 进行下去 我相信以后的 继续 我们再继续进行 在这一床 拜託各位 谢谢 我们再回到现场 稍后再 请屏東很多相亲 有话有说 不过 刚才其实相亲们谈的 就是一个梦想 一个机会跟一个希望 这整个一个机会 希望 这目前的台湾社会说 你给我机会 你给我希望 但是还要落实 落实就是 所谓有feel 对 那一般刚 很多屏東的相亲都在讲 我们台湾人 感觉就是 旗帽子的问题 你说 南部 是真的深绿的铁板一块吗 我不相信 在过去来讲 屏東县 在过去来讲 高雄县 台南县 嘉义县 都是懒得在执政 那以前懒得在执政 为什么你不讲说 那是懒得铁板一块呢 那绿的你怎么去 慢慢慢慢的 去渗透 去侵蚀掉呢 是因为你懒得 一直都是 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真正很用心的经营 普通时 我跟你说 如果台湾都不太太疼 如果家座的孩子都在乘大招 平时不烧香 临时爆火脚 你说每天都在这些刺客 就是都所谓的天降神兵 如果普通时的 真的就请我们匆亲说 他都感受不到 你说今天好 我们巴巴水在 总统府总统企业群 你如果每个人去避 都是总统府的红包 马英九 都给你塞两个关怀的事情 我们今天去到那裡 今天去到那裡 今天去到那里 今天去到那边 平东 鄉亲 今天去接见十个人 二十个人 大家嬉山 马昌第二天 接到一个胸脾 马英九亲亲都给你塞一下 很感谢你 去到那里 有你让你带到那裡 有你带到那裡 你有你带到那里 有你带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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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很熱情的讓人家感受得到 還是那種冰冰冷冷的 其實不是說只有幾句談話而已 你那個表現出來那個結情 大家感受得到 因為人心總是肉作的 這是在看未來的一百天的這種情況 不過如果從剛才的很多屏東幫僚的鄉親 所談出來的一個角度 文家先生 這裡面我們聽到這一些故事跟期盼 在投射出來的 投射出來的其實很多很大的意義 他們講的是非常直截了當 可是那背後所牽扯的那個感覺 沒錯 陶哥你剛才提到說沒有feel 我覺得feel來自於就是說 承諾跟實際得道之間的落差 一旦那個落差太大就變成沒有feel 我覺得台灣社會不至於沒有feel 包括對最弱勢底層的照顧 國民黨我客觀講 做的都比民進黨多 花的錢也更多 但是為什麼還是沒有feel 我就要回歸到一個現代政治的本質 人民要的更多 大環境改變得更快 國民黨過去我開玩笑 從政治商品行銷來形容國民黨 它是一個提供療癒功能的懷舊型商品 當人民受到傷害的時候就想到國民黨 那個穿白夾克的蔣經國 那個勤政艾名的蔣經國 那民進黨提供我們是衝撞快感的那種改革型的商品 看到很大的不公不義 他就衝上去跟你幹 大家覺得好爽啊 什麼事啊 那結果不是 對 但這兩個黨很 某種程度很矛盾就是 要提供療癒功能的結果不療癒 要提供改革的結果自己不改革 甚至反改革 所以台灣人民還在看 老話一句 國民黨是老猶豫抵不住新時代 民進黨是老伴抵 亂不出新巴士 這個選舉 很平均 但是不平庸 全分都是台灣人民的很多心情 有的人憤怒 兩點都打不下去 也有人覺得 讓蔡英俊再一次機會 起碼大風雄正抗 也有人鼓勵 雖然這樣放廟到大空小裡的民主政黨 但是民主政典也要一個友好 有功能的反對動 台灣人有地匯 好想尊重 願望馬總統好好做 願望民進黨好好改革 為台灣人再拚一下 這就是我們稍後再回來 從榜兩位很多的鄉親 他們個人的一些的感覺感受 還有未來的期待 馬上再讓觀眾朋友來看 接下來 這就是台灣如果在未來 真的能夠讓全民有那個feu 未來的一百天 馬總統二度連任的狀況 稍後回來 台灣人要非常簡單 人民要feu 這個feu針對的 不管是這個國民黨 或者是民進黨 其實這個質變已經在發展之中 藍綠的所謂長期的對峙 到最後如果讓人民秀出來 讓人民真實的感受來 我看到你能夠再讓我真正feu 這時候未來 已經就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偷哥剛剛其實幾位屏東鄉親 所講的東西 其實讓我還滿有感觸的 很多人都講說 國民黨重北親南 重北親南 坦白說 我們不太能夠真正感受到 什麼叫做重北親南 其實他剛剛提到的 我覺得對很多的鄉親來講 眼睛也是雪亮的 我要看到的 不是只是你跟我抱一抱而已 我要看到的 也不是只是你幫我賣賣水果 然後幫我賣一賣 這一些魚產品 我要看到兩件事 一個是產業環境大不度改善 年輕人都回來 有工作 他現在回來 他確實有工作 我跟你講 這個當地一定歡迎的不得了 但這件事情短期做不做得到 我認為短期都很困難 這個東西其實在南部 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做 可是當初承諾的 要投資高雄投資南部 坦白說都跳票了 我覺得這一個是南部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南部最大的怨言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當地的民眾 其實講的都很簡單 你要蓋港口 這是你們承諾過的 你要蓋快速道路 這是你們承諾過的 因為有了港口 有了快速道路 蓋光光的 可以有道路可以走 然後該要有漁獲出港的 有港口可以走 那你們當初是都說過了 為什麼到現在 四年過期都沒有做 這不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嗎 他為什麼要這些 因為他要一個基礎建設 看到一個有繁榮未來的可能性 那你說這些基礎建設 做不做得到 我認為都做得到 而且馬英九可不可以盯得到 我認為馬英九其實是可以盯得到 因為台灣真的很小 他如果真的 Lonestate很用心的去聽到說 這種基礎建設的要求的話 我必須要說 這基礎建設不是花錢買來的 這基礎建設是真的在建設台灣嗎 但是他決定不能夠變成一個選舉上的 像陳水扁總統在任那個時候 這個機場 那個機場 現在全部是荒廢的 所有這個東西 整個產業的這種結構的這種改變 這就是未來很多的 不只是屏東鄉親 全台灣各地方是要拼命才要做的 而且即使你拼命都恐怕 不一定能夠達到目標 何況目前就是分秒必爭的時候 郭敏總統 我插個一小段話 大家說沒有feel 都感覺中央沒有給底層的老百姓feel 我不想幫中央講話 但是我要提醒 我們的地方政府也同樣讓我們底層的朋友們 更沒有feel 我特別強調更沒有feel 從五都的市長到各基層的縣市長 你們同樣問題問你們 你們讓你們的選民有feel嗎 剛才屏東的鄉親我說 你路沒來幫我破 你港口也沒幫我開 你是在地的 這種說法 抱歉鄉親 我沒說跟他同意 一個地方的反應 最愛有什麼 競爭力 競爭我們有路主動的來 沒有競爭力 路來的競爭開 輸不出去好東西 那是白白的狼開 地方的北無關 愛跟地方的北線 一樣 中心思考 我們每一個在地 那個核心的競爭力是什麼問題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他批評美國說 美國你死了啦 要批評了 未來有失落二十年 在等這個過期 說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等你 失落二十年 失落二十年 他拿出一個簡單 很簡單 就是說 掛在低促的水果 說美國這十幾年來 每天只賣的 過期都賣的 生在手的最好賣的 真的比較困難 沒人要去賣 大家都說 吃好 最幸福 我沒要拿政治人物說話 但是國家的未來 我們自己的幸福 如果不問政治人物 你沒希望 靠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心思要求 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心思 有一個基本的基態 這個東西一定 如果併作是大多數的共識的時候 你會覺得 國家沒好的政府會對我們走 我們自己如果沒心 有國家有好的政府搶頭走 我們如果對不下去 這是所謂的一切的問題 真實的關鍵 問題 我們社會大眾 可能能夠完全掌握了解這一點的 還有一段距離 主持人 什麼叫修 今天大家從剛剛修到現在 修這麼久 我想讓政府了解一下 讓執政人物 因為這個問題也一直在困擾著我 我最近都把它想通了 我在形容我們自己經過的 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代 這十年當中 我們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過去帶著便當 吃飯的時候是蓋著不敢給人家看 因為裡面是滑散可塵 到了十年後的時候 到了讀初中的時候 便當十點可以吃完 然後到中午 還可以有兩塊錢再去吃一碗麵 改變了 家裡每年到過年的時候 油頭不敢賣 因為缺錢 要人家要來投降 然後慢慢的到了民國六十年代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開始之後 發現家裡那個好像 那個負債都慢慢還掉了 好 這個時候 這樣的政府誰會去把它推彎 是這樣的政府誰會想要改變 所以那個時候國民黨在民進的當時的黨外 在這樣的衝擊下是屹立不搖的 為什麼 因為人民感覺到 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權不可以變 因為變了 我今天有了可能會不見 好 現在來看看 我們今天不管一口號 不管經濟聲浪 不管什麼也好 有一個最具體的東西 你財富的累積來自於土地 來自於房地產 或者來自於薪資 絕對多數人講起來 薪資是他財富來源的 最大多 大部分的人是這樣子來的 可是這幾年能夠純粹從薪資 尤其是民營企業 尤其是一般的 這個 請問他們能透過薪資 累積多少財富 那種感覺是 所以你告訴我 社會繁榮 社會進步 經濟成長 我贏的 還不贏的 這個感受上 假如不能夠去突破的話 台灣的薪資守得 假如要調薪 然後企業就說 不行 這樣沒有競爭力 可是拿拿我們今天的整個的薪資 跟整個的亞洲來相比的時候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是一個要付薪水的人 講這個話對我是不利的 可是我們話再講一句回來 它代表的是什麼 當你告訴我很好的時候 我的账戶禮 我的存款是不增加的 我的財產只有因為我有了房子 我房子也買不起 不像那個六零年代的時候 大家補一下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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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買得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是不是這個feel的一個重點 台灣民眾大家最近 可能一直在這個思考 你說霸鬥病病 馬來停病 這在過去已經是四年以前的事情 四年之後有沒有改變 未來還會不會改變 還是民眾真的完完全全 就照著這樣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提出來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可能 就在幫了解鄉親裡面 稍後的回答裡面 也可能正在變化 還是說他依然停留在原來的那個所謂的對峙 因為那種互相不同的一個感覺的對峙 還是現在在快速改變 我們只好歡迎鄉親 我四十幾歲而已 我沒辦法白頭公女化當年 我這裡屏東一個鄉親說他們沒有路在萬壇 國所公路跟快速道路 萬壇沒關係啦 OK的啦 我高雄、法連跟台東 不知道有高速公路 不知道有快速道路 又萬壇嘛 所以屏東的鄉親在地有困難 要萬壇當然也是沒問題 也是要這樣比較的時候 法連跟台東就跳下去就好 這樣比 那不是不舒服的問題 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地方的困難 我是要強調這點 黑客房做到現在年外 一年比較多感受 還沒到攤牌的時候 你開這張票 沒關係他繼續買 他怕你賣賣你而已 他繼續買 還沒到攤牌的時候 他跟你平民要做什麼 我拿一個片給大家看 因為說不能演 我有感覺也很容易下來 現在全台灣國管局 誰敢播這個影片電影 誰敢播 沒有人敢播 一播錄客就不來了 誰敢播 這跟我們以前在戒嚴時期有什麼不一樣 跟白色恐怖時期有什麼 以前有些歌不能唱 也有些電影不能演 台灣現在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歷史 而且我們還不敢讓熱比亞來 熱比亞現在駐美國 美國最討厭恐怖分子 這韜哥最知道的 結果呢 結果我們就 不要啦 為了陸克啦 為了EKFA啦 為了廣洪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讓了什麼 我們讓的不是利亞 我們讓的是我們台灣對人權普世價值的時候 這個阿強很討厭 所以我們就不要放他的電影 現在是變成這樣 我們失去的 一種錢買不回來 我們現在在討論說 你票開多少 你開幾趴 我開幾趴 其實其實 剛才我說真的 對民眾你看 看你立憲拉幾趴的時候 你不再繼續啊 是 但是台灣民眾會因為這樣的問題 自己分辨不出來嗎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惠文先生有意他的這個觀點 鄉親稍後針對這個話題 就可以多談一點 你們的故事是什麼 這就是台灣實際的 你給我回來